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风云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9日星期二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目前正值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 美国媒体报道表示 北约盟国之间为了乌俄和平协议中的谈判条件 以及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武器的限度 还有直接与普京对话 是否有助于平息战事等一些问题 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不满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 并公开点名批评了一些盟友国家 怒批国际社会 因为恐惧成了俄国的帮凶 29日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北约内部对乌俄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 其中包括就乌俄和平协议而言 哪些条件是乌克兰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有关北约盟国 可能提供基辅的安全保证这一项 此外 在北约内部分歧中 关于近日拜登提出 不能让普京继续掌权的言论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拜登的这一说法表态说 我们不应该升高局势 不论是在谈话上或者行动上 为了避免军事对抗 现在目标是要透过外交达到停火 然后俄罗斯撤军 同时 德国政府也发出类似的论调 上周的北约峰会上 德国总理萧茨警告 不能放弃北约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安全和合作议题的基础 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 废除这个协定就形同对俄国关上大门 对停战无益 此外 一些北约的成员国还怀疑普京 对和谈是否认真 能否接受协议还是个问号 在北约峰会上 波兰总统杜达问其他各国的领导人 是否真的相信就普京提出的谈判条件 能否成功并被双方接受 而根据杜达的看法 支持这些条件的人就是在支持俄罗斯 甚至还有一名东欧国家外交官表示 在俄军尚未全面撤军的情况下 仍利促乌克兰同意和平协议的人 是在为普京办事 那些频繁联系普京的人 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内的选举连任 才这么做 至于增援乌克兰军备的问题 盟国之间也有分歧 英国 波罗的海国家和大部分的东欧国家 呼吁提供更多的武器 但也有成员国担心 普京被逼到墙角 恐怕会使用毁灭性武器 一名法国官员说 提供武器是火上浇油 正好中了俄国的圈套 而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说 北约内部的混乱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公开表示不满 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 据BBC28号的报道 泽连斯基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 公开曝光了在俄乌战争中 哪些国家帮忙 哪些没有 他强烈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 没有提供军事援助 因为他怕俄罗斯 泽连斯基还提到 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提供武器比较帮忙 此外 泽连斯基还批评德国 是在骑墙观望 他说 德国正设法找平衡观望局势 因为他们和俄国有长期的经济关系 而至于美国 泽连斯基则说 还有待观察 虽然美国有帮忙 但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慢 BBC报道还表示 泽连斯基在新发表的一段影片中 批评国际社会 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 他说 世界不能等待俄罗斯的行动才做出回应 他希望西方国家继续提供更多的武器 并强调 恐惧总是让你们成为帮凶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3月29日访问了白宫 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 李显龙首次来访 白宫表示 这次会面 适逢国际秩序 正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针对美国与中国 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 对于新加坡与台湾常年以来的军事交流 以及近日中共当局 在南中国海急剧的军事化 美国表示 欢迎新加坡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 扮演积极的角色 美国之音报道表示 美国政府2月公布了印太战略 当中列举诸多中共当局构成的挑战 不公平贸易与人权侵犯等问题 而针对拜登将如何缓解新加坡 对于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担忧 美国资深官员回应说 此前美国政府一直在与新加坡 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 这次李显龙来访将清楚对他说明 美国是新加坡重要的投资者 正在寻求扩大接触 双方将会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 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时也将会讨论中共政府在其中的角色 对此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美国与新加坡将合作 面对共同的安全挑战 暗指中共的意味浓厚 此外美国之音的报道还提到 由于新加坡与台湾 从1975年开始便进行军事交流 新加坡的陆军部队去年12月 在台湾接受军事训练 而对于中共政府近日积极快速的 江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 拜登政府是否期待新加坡与台湾的军力 能协助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呢 资深官员回应说 美国十分感谢新加坡在印太地区 扮演的强力角色 不过美国不评论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 但欢迎新加坡持续扮演正面的角色 包括荷兰 比利时 爱尔兰等欧洲多个国家 周二宣布 他们将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荷兰外交部在推文中指出 他驱逐了俄罗斯驻该国外交官中的 17名情报官员 并表示 这一决定是基于荷兰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信息 这些信息显示 俄罗斯官员对荷兰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从更广方的意义上来说 俄罗斯目前的态度 使得这些情报人员的存在不受欢迎 外交部还补充说 这一步骤是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采取的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维尔梅斯表示 比利时正在驱逐21名俄罗斯外交官 因为认定他们参与了间谍活动和影响活动 与此同时 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也宣布 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 他表示 4名高级官员被要求离开我国 因为他们从事的活动 不符合国际外交行为标准 捷克共和国也驱逐了1名俄罗斯外交官 俄罗斯29号宣布 驱逐10名波罗地海国家的外交官员 报复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三国 之前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 三国政府表示 驱逐俄国外交官的原因 一是因为他们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相符的活动 二是表现与乌克兰团结一起 俄国外交部28号 还驱逐了3名斯洛伐克外交官 同样是为了报复斯洛伐克稍早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 美国政府周二表示 几位联邦政府官员已经获得了中国的签证 本周即将复华调查东航坠机的事件 据美联社的报道 波音公司引擎制造商CMF国际发动机公司 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技术人员 也获得了中国的签证 将参与这次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外表示 美国官员和技术人员的复华签证 因为中国签证政策和新冠防疫政策 被延误了几天 后来求助于美国国务院干预 才得以顺利解决 3月21日发生的这场空难 证实机上132人已经全部遇难 被认为是中国本土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 但空难发生的情况 至今让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感到不解 根据数据和现场的视频 飞机几乎是垂直撞向地面 3月27日 中共民航局官员证实 失事航班的两部黑匣子都已经找到 相关的一码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中共当局对这起灾难的调查 遭到了各界的质疑 事故发生之后 中共严格管控灾难现场 阻止新闻媒体采访 还删除和管控有关空难的相关信息 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6日公布表示 已经对网上传播的关于MU5735的信息 进行溯源及处置 截至目前 共计清理讯息27.9万余条 处置账号2713个 解散话题1295个 另外 空难至今超过一周 当局还没有公布遇难成员的名单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官方协助遇难乘客家属 却又同步密切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报道表示 先前的空难 通常官方会指派专人 安抚并监视家属 以确保他们不会发动抗争 或者埋怨当局的处理或赔偿 来自中国的网络侦查和入侵行动 在俄乌战争之后 将攻击重点转向了欧洲的北约国家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以色列结邦安全软件科技公司 3月21号发表报告指出 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来自中国的IP地址 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数量 大幅增加了116% 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 来自中国IP地址的网络攻击 在全球范围内 和俄乌战争前相比 也上升了72% 结邦公司还表示 尽管该公司很难判定 此类网络攻击 是否指向北京政府 但很明确的是 黑客正在利用中国的IP地址 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 特别是针对北约国家的攻击 此前另有调查显示 来自中国的黑客 正在对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进行攻击 目前只能假设这些攻击 源自北京政府的指示 或者至少是北京当局所纵容的行为 北约上周在领导人峰会后发表声明说 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网络能力和防御 在发生网络攻击时相互提供支持 我们已经准备好 让那些在网络空间伤害我们的人付出代价 并且正在增加信息交流和形式意识 加强民事准备 并加强我们应对虚假信息的能力 不止来自中国对乌克兰与北约国家 发动的网络攻击数量持续增加 美国白宫此前警告 俄罗斯网军可能侵入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 中俄是否将共同发动网攻 格外引人关注 另一个网络安全公司也表示 美国至少六个州政府的网络 遭到了中国黑客组织APT-41的攻击 而德国宪法保护局最新也指出 网络攻击组织APT-27 不断向德国企业发动袭击 APT-27则被锁定来自中国 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 3月初发表的报告也警告 与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APT-31 对法国机构进行持续的攻击